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忠 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八节经文说到 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 有神的荣耀作为我们的后盾 我们就无需惧怕 在旷野神用云柱火柱 昼夜引导他的百姓 今天我们也会在神的看顾保守之下成圣 并且经历得胜 宣信博士说 神来到我们身边做我们的帮助 不仅如此 他会住在我们里面 成为我们生命的血脉 思想的火花 并且是我们信心创始成中的主 只要我们以他为我们生命的力量 以他为我们一切所有 遇到令人困惑的事 我们不仅不会觉得困难 甚至能把这些阻碍 每天的压力摆到一边 让我们以神为乐 信靠他的信实跟慈爱 将一切的忧虑重担都谢给他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我已找到快乐的途径 我们思想 我已找到快乐的途径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在诗篇第48篇 九月圣经诗篇第48篇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我已找到快乐的途径 人类为天前心寻求 以光晓的心事 但我已寻到沙冰露 真却愉快完美 我已找到快乐的途径 我已找到快心之路 这是我已寻求 我一周到五家珍珠永远唱着美好 借着旧周围的诗诗我得照着全方 我一周到快乐的童鸡 我一周到欢喜之路 我一周到如我初遥书 这是梦名传着的喜乐 我一周到自国的宠人 我一周到神明之后 当我周到耶稣为我救助 这是我一生之宝 诗篇第四十八篇 耶和华本为大 在我们神的城中 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 西安山大君王的城 在北面居高华美 为全地所喜悦 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 看啊 众王会合一同经过 他们进了这城就惊奇丧誕 急忙逃跑 他们在那里被战经疼痛抓住 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 神啊 你用东风打破他世的船只 我们在万君之耶和华的城中 就是我们神的城中所看见的 正如我们所听见的 神必建立这城直到永远 神啊 我们在你的殿中 想念你的慈爱 神啊 你受的赞美 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 你的右手满了公义 以你的判断 西安山应当欢喜 犹大的诚意应当快乐 你们当周游西安 四围悬绕 数点城楼 细看他的外锅 查看他的宫殿 我要传说到后代 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 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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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翻到诗篇63篇的五到六节 诗篇63篇五到六节 经文说道 我在床上纪念你 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 我的心就像饱座的骨髓肥油 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 诗篇63篇五到六节 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 和默想的金句 诗篇63篇五到六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我在床上纪念你 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 我的心就像饱座的骨髓肥油 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 诗篇63篇五到六节 继续 是今天的灵修短文 我已找到快乐的途径 诗篇48篇九节十节 诗人说 神啊 我们在你的殿中 想念你的慈爱 神啊 你受了赞美 正与你的名相称 直到地极 上述经文想念一词 有仔细的深深的全神灌注的思想的意思 你有思想过神对你的慈爱和连续吗 连续的意思就是我们所不配得的 如果是我们配得的话 那就不是连续 而是公假了 你所过的每一天 都是蒙怜悯的日子 你所得蒙赦免的罪过有多少 神赐你家庭 赐你居所 赐你衣食 神的赐予并非因为你有什么好处 而是出于他的怜悯 因为他的连续 我们得免死亡 他对我们连续真是伟大 为什么我们时常去想一些人生之谜 而不去想在我们生命中 那伟大的神迹 就是神那不可测度的连续呢 今天让我们来想一想神的连续 你一定可以由此找到快乐的途径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 一群人可以走得远 爱得深 跟得紧 爱得多 跟得远 旷野玛纳 我们一起紧紧跟随主耶稣的脚步 今天我们思想 我已找到快乐的途径 这个题目 在《逆转人生》这本领袖书里 有一篇文章提到 来自美国德州的跳水选手 罗拉·威金森 是个荣光焕发 非常活跃的基督徒姐妹 为了参加2000年悉尼奥运 她一直练习 但在备战期间 她脚上的三根骨头断裂了 由于罗拉无法练习 她 退而求其次 每天数次以脑海中的想象 来练习跳水 她想象自己 登上十米高的跳台 然后 接着想象 从头到尾 演练她高难度的动作 她看起自己逼近 跳水姿势 位置 跳下 进入水中 然后游到游泳池旁 每秒钟自己的动作 她不断的去想它 就在 西尼奥运会前夕 她脚上的甲板取下来 于是 她 顺利参赛 并赢得近40年来 美国女子高台跳水的第一面金牌 我们的心思 是调适我们态度和行动的有力工具 当我们默想神的话 昼夜仔细思量的时候 我们的思想就会被转化 而这思想成为我们个人的行为基础 早晨短暂匆忙的沉耕是不够的 默想是一整天都在进行的 借着默想我们消化神话语的奇妙 并且让他们化为每一天的胜利 这是逆转人生里的一篇文章 提到思想的力量 西思的调试很重要 不常想念主爱 是基督徒不喜乐的原因 每天我们要默想神 把焦点放在连续我们的神身上 而不是放在所遭遇的困难上 信仰生活很重要的要素就是默想神 要做默想的基督徒 常常想念主那肠阔高深的爱 静起的基督徒一定是默想的基督徒 诗篇六十三篇五到六节 大卫说 我在床上纪念你 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 我的心就像饱足的骨髓肥油 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 大卫因为睡不着 而默想神的时候 心里就得着莫大的满足 当他数算神的恩典 他的心就得到振奋 七到八节大卫接着说 因为你曾帮助我 我就在你翅膀的印下欢呼 我心紧紧的跟随你 你的右手扶持我 默想是灵魂的翅膀 使我们展翅飞到神那里 默想神的全知 圣洁智慧能力慈爱 我们的心就喜乐了 苏那中每每想到 我的罪竟然得到赦免 就感恩不已 想到神乐意饶恕 喜爱施恩 慷慨丰富 我的心就充满赞美 每个基督徒一定能够找到 快乐的途径 就是与主相交 享受他的同在 安稳在他的手中 尤其是处在干旱 疲乏 无水之地 人生最惨淡的时候 默想神 更是你走出灵性低潮的 关键一步 斯伯真说 当人的眼由环境转向神 当人的心由世俗转向主 就能唱出得胜的乐歌 英国经教徒查诺克说 你们当中有许多人在寻求神时 其不经领略了灵魂深处的愉悦 美妙及丰富的祝福 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从来没有改变 主的兄弟雅各说 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什么是圣洁的默想 就是人把他所知道 关于神的作为 法则 目的和应许等等不同事物 加以重温 考虑深思的活动 默想指的是 去经会神的思想 是一种有方向的思想操练 好像牛返厨食物 车里有吃 神许我们思想他一切所行的 默念他的作为 他的灵感动我们 说默想他的无限 思想他的全能跟大爱 诗篇116篇第7节 诗人说 我的心啊 你要人归安乐 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 我们对自己的心说话 诗篇42篇第5节 诗人说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 因他笑脸帮助我 我还要称赞他 罗马书8章35节 保罗说 谁能使我们 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他跟自己的心争辩 说 难道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赤身露体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他又说 因为我深信 无论是死是生 是天使 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 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 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 是在我们的主 基督耶稣里的 当你默想神 在主耶稣基督身上 所彰显的 无限的丰富慈爱 你的心 就得到激励 基督徒的盼望 并不取决于 所处的环境 而在乎 永不离弃我们 爱我们到底 慈爱永远 长存的父神 回顾父神 过去信任的带领 能有效的 使压力舒缓 十篇七日七篇十二节 世人说 我已要思想你的经营 默念你的作为 我要思想你所做的 默念你向我所施行的 一切慈爱 新教徒牧师 汤玛士文森说 默想是人让自己隐退 当一个基督徒 默想时 他必须使自己 向世界关闭起来 世界会腐化默想 所以基督独自上山祷告 当你要默想时 去到一个隐僻的地方 以撒出来到田间默想 以撒把自己隔离起来 借由默想与神同行 撒该有心要看基督 所以他离开人群 跑到前头 爬上桑树要看耶稣 因此 当我们要看基督时 我们必须离开世上忙碌的人群 必须借由默想的隐退 爬到树上 在那我们会有最好的属天事业 如同亚伯拉罕要去献祭时 他在山脚下离开他的仆人跟驴 所以当一个基督徒 要上山默想时 他该在山脚下放下所有的世俗挂碍 好让他可以独处 然后转向天 如果鸟儿的翅膀充满污泥 他便不能飞翔 默想是灵魂的翅膀 当一个基督徒沾满了地上污泥时 他就不能展翅飞到神那里去 所以这位清教徒 唐玛士文森鼓励我们 要多多默想基督 经常仔细想一想 他的爱有何动机 把他印在自己灵里 努力唤醒自己 振奋自己的心 知道这爱强而有力的运行 在我们心中 他说默想基督人性中 无上的容美跟完全 他的爱是如何 奇妙 无与伦比 高到不能到达 甚至不能测量 其他层面无法被理解 经常默想基督的恩责 在沉思期间 你可能感到 心里的火在燃烧 当你观看他时 你觉得心在跳动 默想基督的目的 是要与他合一 我们想神所想的 基于在神面前思想 他向我们所启示的真理 直到我们内心深处 得到最大的满足 默想使神的话语 在我们心里活跃 神活泼有力的道 在我们心中充满活力 我们整个人就喜乐了 曼尔博士说 要小心不要以活动 代替默想神 以谷底的工作 取代山上的灵骄 要像彼得约翰 在遍上山上 看见基督所显著的威荣 默想帮助我们 在一切灵性方面的愁苦中 信靠神的应许 在一些外在的苦难中 信靠神的作为 1904年 马丁夫人 跟她丈夫马丁牧师 去探访一位会友 杜利德太太 她瘫痪在床 已经20年了 而最近丈夫已经是半身不随 必须坐轮椅 虽然看来 这对夫妻 他们的境遇真是相当不好 应该是愁容满面 可是出乎意料之外 他们俩人非常喜乐 马丁夫人问 躺在病床上的 杜利德太太 你会不会因为生这样的病 瘫痪在床 而心中沮丧 杜利德太太说 当我想到天父的眼目 看过麻雀 同时也看过我的时候 我又怎会沮丧呢 听着这番话 马丁夫人深受感动 在这次探访之后不久 她写了一首诗歌 叫她看过麻雀 歌词说道 为何灰心长远叹 为何黑影弥漫 为何心灵绝孤单 甚至欲托成还 耶稣是我的良友 万福赐我享受 她既看过小麻雀 甚至我闭蒙眷幼 她既看过小麻雀 甚至我闭蒙眷幼 第二节 我听救主温柔声 除去你心忧情 安息主怀多恬静 毫无一句战惊 有主引领在前头 步步跟随她走 她既看过小麻雀 甚至我闭蒙眷幼 她既看过小麻雀 甚至我闭蒙眷幼 副歌 我唱因我得自由 我唱因我无忧 我救主既看过麻雀 甚至我闭蒙眷幼 杜利的太太 找到了快乐的途径 默想爱她的主 诗篇145编第七节 诗人说 他们纪念你的大恩 就要传出来 并要歌唱你的公义 亚哈瑟鲁王 没有让人读历史 把莫迪盖 救他的事给忘了 九正官复原职 工作一忙 就把曾经替他解梦的约色给忘了 等到法老需要有人替他解梦的时候 九正对法老说 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 诗篇143篇五到六节 大卫说 我追想古时之日 思想你的一切作为 默念你守的工作 我向你叙手 我的心可想你 如干旱之地叛与一样 听起来 不要把主的恩典给忘了 最后拦阻你亲信神 其次 从世界来的吸引 会分散你的注意力 这些必要过去的东西 会很容易沾满了你的心 忧虑 会使你失去喜乐 罪 会拦阻你亲信神 让你失去亲近主的热情 默想帮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罪性 以及我们内心的虚伪 使我们认罪 并重新得回喜乐 诗篇104篇34节 诗人说 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 我要因耶和华欢喜 愿神以我的默念为甘甜 就向我的心因他欢喜 愿我们在与主每天活跃的香蕉中 活出喜乐 得胜的生活 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 《你真伟大》 主啊我胜 主啊我胜 我胜 我胜共居无管抗 一首所造 一切奇妙大动 看见心笑 又听到 轰轰轰卫生 滴滴淡 Об核心 我胜共居无下 远满 一切奇妙大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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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快乐的途径求是思想你 求是让你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 主啊 你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 将你的道教训他们 你与敬畏你的人亲密 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 我们心中何必忧虑呢 感谢你爱我们 你做的事不向爱你的人隐瞒 你保守我们在你面前 长存清洁的心 让我们懂得借着默想的操练 一天一天更有你的心思跟意念 求主帮助我们 在成生的路上 充满喜乐 充满盼望 充满力量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苏那中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虽然情过 虽然情过 似饮有故 我也不怕 遭寒 因为你与我 同在同行 你长笔安慰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设演戏 虽然情过 若是饮有故 我也不怕 遭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